欢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今天真的是黄道吉日 好多公司都选在今天 举行股东会是超级股东会日 那重点大说要看谁 当然是护国神山台积电的股东会 董作刘德英信心喊话 他说台积电还在高速成长 营收今年还要再成长30% 半导体双雄台积电 还有联发科领军电子股一起反攻 那么现在就连大摩都强调 半导体下行的周期可以软着陆 那么半导体如果转强的话 台股的季线之争有机会占上风吗 马上欢迎今天来同学会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欢迎分析师王教力 教力个午安 明君好 同学好 第二位欢迎分析师连钱文 阿文赛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第三位欢迎分析师邓尚伟 邓老师好 明君同学们 大家午安 真的好重要台积电报家音给你好消息 董作刘德英说 今年营收预期会成长30% 台积电董事长他认为 现在尽管库存水位升高 终端消费需求降温的确都是现在要面对的现况 但是台积电今年业绩目标绝对是可以应付的 明年资本支出会超过400亿美元 台积电股东会利多真的是连发就接都接不完 半导体大资股票稳了吗 那么如果说他们稳的话 大盘季线有望攻上去吗 电子股的题材火热热不只是今天有神山的股东会 很重要欧盟要统一手机的充电规格来真的了 所以苹果必须要屈服啦 现在除了快充题材之外 大陆的电动车我们昨天讲了 营收的状况跟出货状况比预期的还要更好 在成交量有限之下 这快充题材今天没有太大的表现空间 电动车有这个族群轮动的迹象 这些个股如果说题材够强 未来展望好的话 都有机会轮番来发动吗 我们请问赵丽老师 IC设计龙头联发科今天报复性的大涨 市场都知道股价就走在消息面之前 连卖两天的外资 今天看到联发科大涨会不会再回头买呢 阿温塞今天要来帮同学们追踪最新的外资报告 包含了砍单跟库存的这个怡云 有外资跳出来说没有那么悲观的 如果你手中有相关股票的投资人 一定要听清楚阿温塞怎么说 不要傻傻地砍在阿呆鼓了 持续这个电动车的话题 电动车族群继续的轮动 因为现在量不够嘛 今天轮到谁 电池三雄都飙起来了 现在电动车利多连发 第一季全球的电动车销量增加将近有120% 那传出哦 涅价呢 这个上涨的关系 包含了电池还有车厂要转向上游来抢货啦 大家都知道电动车市未来趋势 你抽用股 持股清单一定要有 可是族群怎么买呢 我们追问邓老师咯 广告回来捨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股的超级股东会发威了 今天大盘就靠着护国深山稳住军心 大盘呢是暴富性的大涨 今天上涨了157点呢 收在16670成交量稍微的增加 今天有2000亿元了 2089亿元 这个呢撑盘要脚有谁啊 台积电今天召开股东会内容 好多好丰富 等一下再来老师会跟大家说清楚 讲明白 连发科也上涨了超过4% 站稳的季线关卡 有没有机会挑战千元大关呢 大家都很期待哦 航运股也来了 杨明最强今天是拉尾盘 今天慧阳KY除席啦 尽管说这个除席的表现 不算太过理想 可是货柜三雄 却没有因此受到打击 尾盘还拉 怎么看呢 难道货柜三雄的除席秀也有戏吗 我想问一下赵丽老师 从这个大盘来观察 大盘今天 我们都知道是周选择权的结算 今天呢看起来是大涨拉高结算 但是就好担心 过去几次每次周选结算之后 大涨结算 隔天就会有一点点压力 老师你认为这一次会不会又发生呢 还是说我们不用怕 因为毕竟台积电已经把好多的疑虑都说清楚了 电子股这一回 在这个分乱的疑虑 库存砍单的这个大老板 讲清楚说明白之后 有没有可能这一回挑战季线 占上风呢 对 没错 等一下我会针对台积电的部分 来跟大家做说明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指数来讲的话 是上涨了157点 可是成交量的部分是2008.9亿 其实量能的部分还是 稍微比昨天放大 可是量能还是不够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你要去突破季线的反压 16801点 其实目前的季的均量 大概是2600亿 季均量2600 那你以2089亿 其实说真的 你基本上来讲量要过季均量 你才有办法真正的站上 不然就像这边 有时候要去挑战的时候 就容易出现拉回 那能不能往季线或者是万七 甚至于更高点 年线半年线附近来做挑战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最主要的就是CPI的部分 礼拜五会公布CPI好 今天当然指数出现 比较强涨的一个走势 不过我觉得明后两天 有可能指数来讲 又会陷入整理了 因为大家又开始要光望 等这一部分数据 因为这个相对上来讲 蛮重要的 假如比市场预期来得好 就是说假如市场预估 5月的CPI的部分是8.2 它可以降到8.1 甚至于8以下 甚至于8以下的话 其实不要说季线 我觉得万七或者是单年线 那都有可能 如果说真的又是8.3 8.4 不要说超过8.5 我觉得那个机会很小 我就说8.3 那相对上来讲 有可能就又要出现 比较拉回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觉得其实 关键的部分来讲 当然指数的部分 就是说假如说你就指数来看的话 其实未来的两天 应该会陷入整理 所以在持股的部分来讲 你当然这个地方 你不能太高 我觉得你大概就是稍微 对 其实你可以 脚比较稀奇的 其实你之前过高 持股脚真的过高的 其实趁比如今天的反弹 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可以稍微减碼 降低自己的一个持股比重 当然类股的部分来讲 还是半导体的全子股 你看今天指数可以涨 当然不外乎就是台积电 联巴科 对 另外的IC设计的就是联巴科 车用它进行轮动 航运今天也还不错 有一些货柜山雄的部分 所以我想指数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应该大家在等待 美股的一个CPI的部分 每周五的CPI 会不会给大家 比较好的一个答案呢 因为看到包含了美元指数 跟美国十年级公共在职率 这两天是稍微下滑 这也是为什么美股跟台股 今天会涨的原因 对 没错 我想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美元指数 最近来讲是稍微的反弹 另外的一块来看的话 美国十年级公共在职率率 最近来讲也稍微反弹 当然昨天是 这两天是有拉回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美股的部分 为什么最近 其实台股也是一样 最近大概这一个礼拜 就是拉起来之后 都在这个地方整理 因为大家还在等 所以成交量的部分 萎缩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 只是说相对上来讲 大概以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恐惧跟贪婪指数 相对上跟FIS的恐慌指数来讲 相对是比较好一些些 因为FIS来看的话 当然它也是呈现 跌破近期的波段低点 恐惧指数也从我们之前讲的6 那到现在来讲升到33 对 所以短线上 其实这两天应该是整理 那等待CPI 好 等待CPI 那我们先看一下台北股市当中 我们就等CPI公布 但内部的一些纷扰 似乎有慢慢的拨云 见日的迹象 先来看护国神山的股东会 最新消息一把抓 谈展望 今年营修要再成长30% 不是说有砍单有酷成疑虑吗 它还可以成长30% 多厉害 扩大资本支出 我们明年会超过400亿美元 所以持续的扩厂进度 是不会改变的 股价怎么办呢 董事长说这短期现象 也不用太过担心 要不要配三元 他讲了 公司在成长 资本支出要扩张 如果真的要提高股息 也就是代表公司成长 可能稍微趋缓的时候 那投资人你要选哪一个 你要选配息比较多 还是说是公司成长力 爆发力比较强的呢 这就是要看 每个人自己的投资心态了 另外联电部分也好厉害 连续八个月营收 创下新高 打脸外资 今天召开股东会来 还有国聚 国聚的五月营收公布了 出现月增年增 董事长陈泰明讲说 国聚高阶被动元件 订单很健康 那就是做车用的 我想问一下赵宜老师 台积电今天的说法 你有没有觉得 给之前拼命来唱衰台积电 或半导体的一些外资 真的是给了一记狠狠的当头棒 其实没错 当然是 假如说我们就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说你看它的公布的营收 或者是董事长所提的 这一些未来的一个展望等等 其实你可以发现 半导体真的不像 有些真的不像外资所看的 那么的空 你比如说像连电 连电的部分来讲的话 连八个月供顶 那基本上 其实进入第三季 又是传统的旺季 再加上它的产能有新增出来 所以它应该有机会比如说到10月份 应该都是有机会越来越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到股价当然 它就呈现比较盘间的一个走势 可是其实这些股票 因为真的他们都是全职股 所以你还是搭配美股的部分 就是说美国的科技股 你要真的往上 那这些才有力道 我说美国的科技股真的往下 其实我觉得这些股票 虽然展望还是不错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还是会有拉回的压力 就是说这些现在来讲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资新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就现在的量能 大概就是2000亿 2000出头亿 这个说真的 没有办法让整个盘面 非常的一个热络好 那台积链的部分来讲 其实它也说明 就是说其实短期的 就是说台积链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它讲的话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大家其实 投资方面在操作上来讲 假如说有一些真的 中长线展望真的不错的 真的有竞争力的公司 其实你可以在相对 比较低档的时候 拉回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做陆续 对 陆续 分批 对 分批布局 那不要 其实因为很多投资人都很想 一买就马上大涨 这个太难了 这个我可以说 这个真的太难 那当然假如说 台积链到底有没有投资价值 其实现在来看 只要美股的部分不要出现 连续度 当然它有它的价值 可是万一真的美股出现中错了 或者是说万一未来的景气 真的万一出现全球的衰退的话 那当然你说这些相对上 以目前的股价 当然它还是处在高档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 要一步一脚印的下去看 不过就是说 就目前来看未来的这一季 第三季的部分 或年底 我觉得发生问题的机会 相对上来讲不是太大 第三季有没有机会 如赵宜老师所说的 旺季公司的营运可以蒸蒸日上 因为我们看到好多公司真的很厉害 五月份是受到了 大陆有封城的干扰 可是我们台北股市的公司 依然是可以绞出历史新高 到第三季忘记这还得了 对 没错 我想很多的公布 其实你看到 这个是到昨天以来 其实你可以看到 很多的大概都是集中在 电子股的身上 电子股当中 其实大概就分两个 一个就是IC设计 另外一个就是半导体 不管是材料等等这些 或者是台积电供应链 等等这些股票 所以我觉得假如说 就操作面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假如说又进入了 未来又进入传统的忘记之下 其实你在选择上来看的话 其实你应该是 还是以电子股为主 因为即将要进入忘记了 因为五月基本上来讲 封城的影响 四月 五月封城的影响 那六 七月 进入忘记的状况 我想电子股的表现 未来应该会相对不错的 那就要找题材来发挥啦 这个Type-C老师 这礼拜一就有提醒大家 那这两天欧盟会召开 相关的会议讨论 要不要统一手机的规格 那看起来却 结果是满明朗的喔 2024年以后在欧盟 你卖的手机充电器 都要用Type-C 苹果必须要来屈服了 老师可是今天看起来 Type-C相关概念股 并没有什么多大的表现 是因为说资金被半导体 给抢走了吗 那这块族群 你认为大家拉回 都可以找机会吗 对 没错 我想刚刚有提到 其实有些东西来讲 它想要未来 它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 比如说像现在这一阵子以来 其实最近这一年 电动车的股价真的涨翻了 你比如说Tesla的股价 之前也涨翻了 那其实以目前来看 比亚迪的股价也很强喔 比亚迪历史新高是在333 今天大概326块多 快要过高了 快要过高 差2%过高 你说科技股里面 有哪一档真的比它强的 很少啦 全球科技股里面 所以我的意思说 可是这个东西 假如你在两年前知道 对不对 可是两年前我相信 你也知道电动车是一个趋势 可是我相信你还是不太敢买 半信半疑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有些东西好 那你比如说像Type-C的部分 因为欧盟统一了 充电的一个规格 确定了 就确定的啦 对 那大陆的部分来讲 我相信它也会通过嘛 好 那所以假如说 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那欧盟它2024年 秋季要开始生效 所以以这样的情境来推估的话 应该明年的i15的部分 其实最近也有人在讲 有可能就会用Type-C了 在明年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i15的部分 好 那iPhone的部分来讲 全球的市散率大概15到20% 所以Type-C的需求 这个肯定它是一个成长的 那只是说 当然就是说 你就营收就短线上来讲 有可能不会那么快 就是下个月对不对 就出来不可能啦 可是我的意思说 因为明年会开始慢慢的态坏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未来比如说 你讲未来这一两年 我相信Type-C 或者是快充等等这些股票 相对上来讲 肯定是趋势上的股票 那充电器的规格 大概有三种 那目前来讲的 USB Type-C的部分 相对占比比较低 所以代表它转换之后 它的一个所谓占比 成长的速度 相对上来讲会蛮快的 当然这部分来讲 有连接线 IC设计等等 这一些相关的新商机 另外的就是说 其实苹果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它当然搭载了 M2的一个晶片 另外一块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就这一块来讲的话 其实它也所谓的一个快充的部分 它也开始做快充的部分 所以假如说 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我想当Apple C加快充 对 当它开始有快充的时候 我相信 它的一个全球的 所谓的一个成长性来讲的话 肯定会越来越快了 因为它同时就是在所谓发表会的时候 它有两台装置的充电 那首次支援快充的这一块 对 好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IC设计类股的部分 我觉得它未来来讲 它还是盘面上的一个主轴 当然假如说就短线上而言的话 五月营收创新高的个股来看的话 其实这一块假如说 有部分的股票 展望相对上来讲比较好的 我觉得你可以特别的一个留意 拉回的过程当中 因为有些股票真的涨多之后 它有可能会遇到压力 另外的一块就是在 Type-C快充的部分 我想这一块来讲的话 其实在拉回的过程当中 你应该也可以特别留意 另外的 你比如说像网通瑞域的部分 网通IC 高速传输 还有伺服器的一个 远端管理的信滑的部分 另外的当然就是联发科的一个部分 我想这一块 整体性来讲 拉回 大家可以特别的一个留意的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 电动车族群又要怎么看 因为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电动车 相关的族群在发动 可是节奏真的好难抓 那我们从大方向来看 老师昨天提醒了 你不要说这个四五月份 封城大陆景气 整个shut down也没有 电动车销售率居然是暴增 对 没错 我想电动车的部分来讲 就新能源车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比亚迪离新高 真的只剩下2%的水準 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五月份的销售的年增率来讲 250% 那前五个月来讲的话 年增率348% 所以你说这种股票 说真的会不涨吗 很难 所以他假如说 现在又复工了 可能这个出货状 又会更好 所以假如说 它的股价创历史新高 我相信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 趋势上的东西 所以它的股价 假如创新高的话 其实真的 大家也不要太意外 因为它的营收的涨化好 那这一部分来讲 其实电动车的相关的股票 它就是一个轮动的一个格局 你看一下 你比如说像 今天今天最强是这个电池 对 你看一下4721的一个 美其马的一个部分 对 好 你看一下 整理完之后 骨架来讲 出现了拉抬 其实它之前也都是整理 对啊 对啊 那另外4739的一个 康普的部分 4739 对 你看一下 它是有粗量 对 就粗量 突然之间拉出来 那另外6509的一个聚合的部分 你也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 那当然这个比较长的上海线 对 老师 那我想问 他们今天留这么长的上海线 到底有没有关系 还是我可以说是换手 我觉得美其马跟康普 尤其康普的应该还好 那这种相对上来讲 因为我个人觉得 其实目前市场的指标 主要是在美其马跟康普的身上 我觉得这三档的话 当然美其马是指标 那第二档 假如你要拉回来的话 其实是4739 你看一下4739的一个 康普的部分 对 这个我觉得相对上来讲 就没什么关系 所以 假如在这个地方整理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特别的一个留意 那另外呢 你比如说像茂连的部分 3665的一个茂连 KY 3665的茂连 对 它的股价也是整理 我觉得这种也是值得来做留意 那另外的 你比如说3003的建核心的部分 3003建核心 创建枪 对 今天拉高的时候 其实遇到压力 因为台半的部分 525的台半 拉回来也 昨天强今天又下去拉 因为它作为一个箱形整理 我觉得你就等拉回之后 进行逢掉流 因为现在的资金动能真的不够 所以我觉得纵使是同一个族群 它也是在轮动 不太可能全部的族群都大涨 对 好 这位老师 今天针对大盘告诉大家 现在其实电子股的题材非常多 包含了Type-C 未来展望很好 电动车出货慢慢的增温 但就卡在成交量不太够 那怎么样等到信心回温呢 礼拜五美国公布的5月份CPI 如果这个出炉结果 比市场预期的还要好的话 很可能资金慢慢回龙 大盘站上季线 各个族群一起点火的机会就有了 但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先找一些 直优基本面好的个股来布局 那切记就是拉回找买点 找对方向之后 切入比较好的成本价位 获利空间跟胜率就会比较高啦 那如果说你对刚才赵老师 不管提到的IC设计族群 或者是电动车族群 刚才的个股任何问题的话 您都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赵丽老师的大头娃娃 记得扫一下QR Code 跟老师加一个like 那记得这个加进去之后 要跟老师互动按个赞 老师相关的一些持股的建议 会在里面跟同学们来做分享了 刚才讲的IC设计族群 还是盘面当中 很容易点火上工的一个区块 今天龙头IC设计的龙头联发科 股价是大涨 但怪的是前两天外资都是大卖的 今天大涨 外资会不会回头买呢 其实股价的走势 会走在消息面的前面 难道有什么力度 我们不知道吗 我们在今天要端出 最新的外资报告 跟同学们来说清楚 讲明白咯 我们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在高价股当中 最让大家意外的是2454的联发科 报复性的大涨 我赶快弹开筹码 外资前两天还大卖一塌 今天为什么会大涨 难道是说有一些讯息我们不知道吗 我们今天白面上CG来聊一下 其实这两天联发科的粉专上面有一个 就是工程师崩溃歌单 怎么讲就是他们自己开玩笑 这些歌曲都是联发科工程师的心声 有够操 要试着努力解决很多的bug 那现在联发科上周的股东会上 也讲了蛮明确的 满足需求之后会等到下一波 长期来讲没什么大问题 未来三年可以做到中双位数的成长 高盛也立挺说 联发科不会跟高通来杀价竞争 目标价1225块钱 半导体是我们的护国神山群 经济部也要来帮帮忙 要来补助了 现在研发想25%的抵减率 对象有电动车半导体跟5G产业 但是我想问阿文塞 联发科今天涨跟这个内容也有关系 国人最爱的高股息ETF0056 这个月要大换股 你要看如果你有的人 里面有联发科 联电跟扬名 6月17号之后会更改 那在6月17号之前 这些被纳入的个股 有没有机会再走一波 对 我是觉得人是有脾气的 公司也有脾气 也就是说你一直讲我怎样 我怎样 因为我这个经营的话 我不能随便乱讲话 但是我该反扑的时候 我就会去反扑 我们看到5274的信华 今天盘中的图形的一个部分 又开高 因为我们昨天讲就是说 他一直被大摩说 你不好… 营端怎么样… 你看这个亚马逊的话 跌多少… 他把这个营兽的成长力 说38我把它调高到45个 反扑 你讲我一大堆 扒来扒去… 我让你扒 但是我要适当的反擊的时候 我会找到最适当的时机 我就把它反擊 所以反而这一两天 股价表现得很好 昨天高盛请了联家军 联电跟联发科 你们过来 我们来开全球一个所谓的 半逃底的一个会议 你们叙述你们的过程一下 让你们所谓的 图图你们的愿趣 平板一下 你们讲一下 我来评估一下 就评估是这样就是说 这个联发科 他还是维持 这个所谓的20%的年成长 虽然一直在讲说 砍单库存增加 一直讲很不好 这个经验代工产能力会下降 怎样… 讲了一大堆之后的话 你回来讲 还是确定你今年营收 有20%以上有没有变 没有变 讲了那么多 经过那么多的事件 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变 而且2021年你涨价是讲大概 大概15%左右 你今年2022年还是一样涨15% 也就是说你的涨幅 还是依然是在涨势之中 对 这个是昨天高盛邀请联家军 联电跟联发科来开会 开会的话 这是高盛写的东西 所以我们来把它做一个结论 还是维持28的一个成长力 他说消费型的 包括像手机 PC 其实我联电越做越少 我主要做粒机型的 我主要做粒机型的 也就是说我帮你设计 我虽然是代工 但是我可以帮你去做设计 这个利润率比较高 而且车用它的比重大幅增加 因为金平方车用缺 把所有的用在车用 28奈米的所谓的产能利润非常高 而且受商业的保护 所以我没有问题 我营收还是有20%的一个年增率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5月营收创新高 而且重点是连续 8个月创新高的 所以昨天这样讲的话 等于他告诉你又说 最近的话你一直打来打去 等下德州一起讲什么 打来打下去 我都点点 该我出手 该我反击的时候的话 我就会去反击 你刚好给我这个机会 我就做一个反击 我们看2303 零电一开板就开高 昨天的会议的话 确实有这个情况 昨天立发哥讲过说 我也是一样是20% 我没有变 手机很难 手机本来今年估计的话 本来预估是增长3% 后来变负1.9 后来变成负3.5 手机是衰退 你是手机龙头你应该衰退 他说你这样来看 我的市占率 以前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去年 去年我工程内地 所以我可以赚到60几块 去年 今年我市占率还是继续增加 虽然有可能市场下降 比如说手机的市场是跌3.5% 但是我的市占率是上升的 而且以前是市基 市基的单价比较低 现在5G的比重大幅增加 5G的单价比较高 5G的晶片的话 像以前市基的晶片 卖20块钱美金 但是我5G的晶片 我卖75块钱美金 而且我高阶的 我可以卖到120块钱美金 所以我的金额我提高了 我的市占率我扩大了 虽然整个市场是萎缩3.5 但实际上你可以发现 我的市占率是上升 我的单价是提高的 所以我还是维持20%的成长 而且我第二季跟第三季 我有新的晶片 而且有好多好多都用我的晶片 大概有10G款以上的话 用我的新的晶片 而且我锁定的不是大陆 是印度 东南亚跟欧洲 所以变成说 如果你这样考虑看看的话 再加上我边缘印算 还有Power IC 这些异物加进来的话 那个的话是大概占47% 手机大概51% 我这样弄一弄的话 我没有变 我没有变 所以原则上 昨天我来之后高升 一顾那获利 今年还是有82块 82块 这个还是很高 股息的配息率80到85% 也是很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刚刚254零发格 一看他又是冲一冲冲 因为昨天反扑了 昨天说我没那么败 虽然整个手机开始说 出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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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调试得很好 我们公司有调整 而且我市场又提高 而且我的单价又提高 所以我的获利还是高 所以我就帮你反扑 所以你可以发现 最近反扑的情况很明显 我们来看所谓的3037的 所谓的这个 星星 ABF宅板 之前的话ABF宅板一直跌 但是3037的星星的话 你可以发现 它今天开始反弹 就是相对整个大阪 那掌握也比较大 开始做反扑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 比如说6414的话 这类型股票 我们来看它的K线 我们之前讲 它有1300亿的订单 我们看K线图的部分的话 它是继续在走 所以原则上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说 虽然之前砍单怎样 这些都是真的 手机不好 PC不好 电视不好 都是真的 但是每一家公司 有每一家公司不一样的情况 联电可以讲它的情况 比如说28纳米车用的比较多 所以它其实 它28的年增率它没有改变 而且引收继续创新好 林华哥虽然一直打击 一直打击 但实际上它调整得很好 它是一个很能够 适应环境的一家公司 它知道未来会不好 它会去走不同的路 所以它调试得非常好 所以今年完全没有改变 所以它今年都给 当今年的走 今天的走势的话 就给它一个公道 所以它还做一个反扑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大阪的成家量 虽然没有放很大 但是个别股反扑的一个情况的话 是非常明显的 好 这两家公司都参加了 外资找来的这个法说会内容 说明了公司的情况 尽管事况不明朗 可是公司的调整的速度 是很快的 台积电间的股东会 更是给投资人信心大增 台积电的话 今天的话 这个所谓的股东会是这样 是每个人问他都回答 回答的机械名也非常清楚 但是回答的东西的话 几乎大家都知道 也就是说 其实跟以前我们所规划的一样 没什么改变 现在重点来了 你看 第二季本来益估它的营收 是季增1.9 平均值就是中间值1.9 现在把它调高到5.1 所以它其实第二季是比 益起来得好 益起来得好 现在可能是第三季 第三季的话可能1.1 本来益估的话 市场估是5.9 所以它第三季 可能就真的是稍微有点 比较弱势一点 但是整年度的话 还是30% 还是30% 所以变成说 它没有像联电 跟所谓的联发哥 反铺的力道那么强 而且讲的坑降有力 他讲的东西我们都知道 而且它维持很稳定 30%的一个成长 这一定都做得出来 所以即使大魔王 也觉得他可以 他可以达成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 今天股东会的话 应该是略有益起 因为宅因太多 他把所有的宅因全部都去除掉 只不过说第三季的话 可能是比较清库存 所以营收的话 可能有点下降 但是我们看台企电 这些股价还是涨9块 这表示说它今天股东会的话 市场还是认同就是说 没有那么差 它还是维持一定的稳定度 对台股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资争的一个力道的话 还是有相当的帮助 好 另外这个有关于 之前有些外资提出来 就是说伺服器可能有地盐 云端部分稍微有点疑虑的讯息 但这个时候也是有公司 出来拿业绩证明 大魔似乎也开始开口 对 某某审理最近的报告的话 这围影不好 兴华不好 这个什么半导体不好 那个所谓的这个电通管理IC 吸力不好 大魔的报告一看 每次要放开的时候都会 吵吵吵吵吵吵吵 不然它一定是打击 忽然间有一家公司叫智邦 他从235把它调高到248 虽然幅度只有13块 不是 他不是也是做云端的吗 他主要是伺服器 算那个转换 交换器 交换器 网路的交换器 他把它的营收第二季的话 即增17% 就是说把它调高到24% 全年度从18%调高到24% 所以变成说 他这个的话2.88 本来预估的话是2.51调高 然后这个毛利率各方面的话 都做一个调高的一个动作 整年度的18%到24%增加6% 所以这一个的话就成长很多 所以下半年就成长很多 为什么 她说 他忽然间接到新单 是Microsoft的 如果有这云端的新单 但是他里面写的文章说 不止只有微软 还有其他的公司 还有谁 Nokia也下单给他 Meta也下单给他 所以他新切地单市场上 大家讲Arua就是Microsoft 不是 还有Nokia Meta 这些 所以原则上的话 他的毛利各方面的话也稳定 其实新来币贬值 对所谓的电子股其实有利 所以其实都有回对收益 所以原则上他的利润率会比较高 所以这是难得大魔王 能够调高平等少数的公司之一 好 那我们集档个股 来继续追踪一下 看一下智邦大魔王调高的智邦 现在开始有点拉 不过也拉一个上一线 对 那沿着上是先215块到240块 去旋整理 如果这边能够突破的话 我觉得就比较能够做一个海过天空 所以215到240去旋操作 然后突破240的话加码最近 好 毕竟大魔会暗战化汗 化汗的话其实我们在讲过程 它是慢慢去的 这个图看起来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明显 可是很安全 如果我们来看它这边的一个 K线图的一个部分 好 六四一四K线图 你可以发现这个K线图的部分的话 就比较明显 这拉升 所以变成说这类型股票的话 我们过去在讲过数 主要是订单非常多 所以它是一个所谓的稳扎稳打的 一些类型股票的话 虽然不是说涨定涨定涨定 但是你可以发现 此股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上个礼拜的话 它的股价其实拉升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好 那电动车 我们是在一直跟大家提醒 为什么今天要换到电磁股 飙起来了 对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电动车 电动车它会轮涨 它不可能永远只涨一类型的股票 我们昨天讲未来汽车的话 等于是一个月涨35% 那个算多的 理想汽车的话 一个月的话涨46.76 所以SQN的话 你可以发现这个离的 我们说离在涨嘛 涨35% 所以电动车的概念的话 康普他们这类型股票 是本利比有点高 但是问题他们的营收是成长性 你看第一季19亿 第二季22亿 未来第三季25亿 未来第四季28 它比较不会受到砍单库存 一大堆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是觉得说电动车它为轮涨 所以原则上你看这个建设 3653的建设 我们来看它的K线乳部分 我们上次讲IGBT IGBT的散热 它也是属于电动车的概念 它今天有股东会 你可以发现它就V型这样长 好强 所以电动车的族群的话 台磅什么 新唐很多股票 它就轮涨轮涨 等一下涨康普 免齐马 等一下涨这边涨来涨去 这个族群的话 它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族群 好 那我们几檔个股来追踪 茂莲KY 茂莲的话之前的话 是因为第一季只有赚三个月都很差 但是第二季的话会补过来 所以我觉得说它的一个抗电性比较强 那这类型股票今年的基本面比较好 所以先300到325块做曲线整理 如果突破330块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突破点 就加码突破点 另外台积电的股东会 魏德江说了 5G跟HPC是未来驱动 运算能力有大量需求 创意又开始的 创意的话是我们长期一直规划的股票 因为我们认为就是说 台积电的成长来自于HPC 所以HPC的概念股 尤其是创意它的营收是最棒的 所以这类型股票其实 已经将近快突破了 如果再突破的话 我觉得它就是继续 步入外太空在外空到漫步 所以我觉得HPC的概念股 还是会全部去轮涨 大概这类型股票是值得观察 好的 最近大盘 这个强势的族群都是我们阿文 实在持续帮大家追踪了 包含HPC 云端相关概念 伺服器概念跟电动车 只是可惜的量不够 但是找对好的股票 拉回的时候找买点就像创意一样 今天搭上台积电股东会的题材 又向上来攻击 如果说你对操作刚才阿文塞 所介绍的产业或个股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扫一下这个阿文塞 大头娃娃下面的QR Code 跟阿文塞加个朋友 阿文塞每天盘前 都会有一些解盘的讯息 你也可以跟阿文塞加个LINE 很多持股的一些问题想请教的话 都可以跟阿文塞好好的讨论跟请教 我后来聊一下电动车族群是未来几年 长线趋势看好的一个区块产业 现在只可惜 有一些轮涨的速度比较快 头阵有点抓不清楚方向 今天是涨到谁 涨到电池股 电池股冲出去第一坑 都有流上一线 有没有关系呢 电池股的行情 难道要真的开始启动了吗 请问邓老师 下期下的舍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57股市同学会 有在锁定同学会的这个 观众们一定都知道 我们老师讲过好多次 长期看好电动车趋势 可是现在就卡在 它就是轮动 轮动的时候怎么买呢 拉回买 不要追高就有机会赚钱拿 昨天强的二极体稍微休息 但没关系 今天轮到谁呢 是电池股喔 电池股今天早上突然开盘的时候 全员启动急冲 我跟小斌还在找原因 怎么会突然涨了呢 是营修创高吗 也还没全数公布啊 会不会跟这些讯息有关系 说欧盟可能会把 梨列为危险物 所以梨价就大涨 刚才上一段阿文赛也讲 给大家看这个梨价的报价 的确是这个月 涨了百分之三十几以上 那我们看一下 这家公司叫做亚保 全球电动车的这个电用梨 是他们公司 四月来低点涨了百分之二十三了 全球市占有百分之二十以上 我们昨天呢 在节目当中也有说 现在电池 确定一定会来涨价 电池股未来的潜力是可以期待的 那包含呢 现在好多车厂都要供电动车了嘛 SONY 本田 组世界联盟 要来抗特斯拉 双方一起做电动车 拼2025年开卖 哇 我想如果这两家公司 一起做电动车 应该粉丝会挺多的 还有呢 最近有大陆政策的助攻 新能源车有看头 电池跟宁德时代要跟特斯拉 最近股价呢 也反弹了百分之十 比亚迪要跟特斯拉来合作了 那老师我想问 为什么今天轮到的电池股呢 好 我想在昨天 我们就在第一章的虚记 就提到说 未来四年的电池是 一定是涨价 这个趋势 那么到2025年 那么整个电动车的产业 会越来越旺 这是一定的 又加上我们近期看到 整个大陆的政策能源 所以我们看到轮动的格局 就是因为成交量不够 是 昨天黑的今天都涨 昨天涨的今天就拿回 对 真的 今天最刺激的就这一档 叫4721 美期 你会发现说 他今天为什么突然 把这个量冲出来 对 为什么 可是各位注意看 它是站上际线 像大盘是离线 还有一点距离 它是站上际线 然后这个量控制得真好 为什么 各位来看一下 好 今天的量是16992 请你看这里最大量 3月24号 多少 16655 我就过了 对 我就过了 过了400张 好 当时的价位是155 对 可是各位你知道吗 当时在3月24号的时候 台北股市的量不是2000亿 是更多的 多多少在265以上 所以今天量这么少 它还能够就是要过 量是加了先行指标 那么各位看 这一天的K线的低点是150 对 它的低点是150 对 低点150 今天高点的到152 所以一定要尊重 因为这根大量趋势 是150跟158.5 对 所以我今天冲到152 一定涨停就有人卖 这里买的人一定会卖 对 可是我的企图心强到什么 我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个量滚出来 如果今天锁涨停 如果很早 因为它很早就涨停了 如果很早掌停锁住 没量 没有量 那就没搞头了 那我今天打开再锁 打开这个会干嘛 把短线站洗掉 对不对 然后让忠实户有信心的人 买它 我把量滚出来 那量是加了先行指标 也就告诉你说 我过了 对 可是你反过来看 4739的康普就不一样了 好 4739的康普之后 季线是怎么样 得二负施 对 没站上去 但是得二负施 上线特别长 对 然后变成KD是高档交叉 对 有没有 那基本上就稍微要紧张一下 为什么 因为它的大量区 不止3月24号 还有这一根 还一堆 所以美琪玛最漂亮 然后你再看6509的聚合 聚合 好 6509 看这个大量也过了 可是它离这里好遥远 是 所以它眼前有个关卡 季线还没过 所以从整个电池三角里面 就是美琪玛是站上季线的 而且上一线最短 那会有上一线是很简单 假设你在之前买的 看到掌银板 你会想卖 因为你看到掌银板打开 第一件事要干嘛 赶快获利落残 这就是人性嘛 对 对不对 可是它很有气固性 把量滚到过3月24号 所以美琪玛还会继续涨 是 好 非常刺激的 电动车的轮动格局 现在大家都知道 未来刚才讲了 Sony都要来坐电动车 苹果也要出电动车了 你的持股清单要有电动车 可是该怎么选呢 毕竟现在大盘就没亮 那找一些趋势好的 乏人有买的 拉回找买点 就胜率会比较高啦 那大家呢 这张车店概念股 轮流表态 季底作战行情 有谁会表现呢 可以用手机拍下来之外 也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邓老师的大头 哇 找了下QR code之后 记得要按赞加1 跟老师说个哈啰 老师相关的讯息 才会主动的发到 你的手机里面 给你参考啦 老师那我们一档一档来看 好 我想呢各位看到鸿凯 现在呢 就是来到十日线 就是你的机会 他上周那么强 这一半就有点休息 很正常 对 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把 把这个表态出来了 那表态出来之后 你发觉他最近就是 线五日线跟十日线 那这个区块是很近的 各位看 112跟114而已 那我说过 你就在十日线附近买 大概就是买在 112.5左右 那你停损就设108 那当然我希望鸿海是 持有鸿海的是 以长线去看他 我是说如果说 你给他十五倍的本益比 那看168 只是说你可能要等半年或一年 愿不愿意而已 那基本上 有很多稳健的人 保守稳健是愿意的 因为他的殖利率也接近 配五块二 也是不错的 好 洪家军的广宇 王宇也是一样 就是五日线 那跟鸿海走法很像 对 五日线跟十日线这边来走 你会发觉 他现在还是撑在五日线之上 所以慢慢的 他只要有打下来 你就要记得要买 就是说最近这种股票都是 买黑隔天你就涨了 对 他就是这样一跌一涨 慢慢的往上堆 往上堆 就以这种十日线来做操作 好 以胜 以胜也是一样 那为什么说这些股票拉回来都要买 关键就在于说 我刚才连续不管是鸿海光雨盛 它的MACD都是在零轴之上 对 都在零轴之上 零轴之上是代表多头行情 对 整理过后都是气途性要过高的 那跟跌升反弹是不一样的 但是关键就是在这种2000出头益 你买黑 你才能够享受 对 明后天的上涨 好 茂莲KY 好 茂莲KY昨天我提到说 它昨天这根K线叫做内困三日翻红 对不对 过了这个黑K的高点 对 然后你发觉它的KD指标交叉了 再来这里黑翻红的第一天 你说今天的它收一个十字心 收一个十字心 等于不涨不跌 但是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所以基本上还是往上看 所以茂莲KY拉回来都是要站在买方的 昨天强势的台办今天就稍微休息了 那今天是不是就来碰五日线 就很好啊 不是 就离五线很近啊 很近很近 那你空手人不就是买黑的时候买啊 明天他就上去了 都是这样走给你看了 为什么 因为法人的买超并没有停止 你看到三大法人买超台办是买很多的 那为什么买很多 因为第一个 他第一季赚1.55也不差 换算起来本益比也15倍左右 然后这个底一直打 对 打了好几个月 打了好几个月 那一旦让它突破 那就是海阔天空 所以为什么法人一直压宝 就一直买它 一直买它 因为等到上去之后 那个就没有压力了 就没有压力 好 聚合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因为这个季线 这个季线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觉到 它指标也开始了 可是你看这个是什么 在临轴之下 之下的交叉 所以跌生反弹 因为季线是压死的 是不一样的 好 康普 那康普也是季线得而复失 可是你发觉它也是一样 电池三重基本上都是如此 那我们看美琪玛呢 相对比较强 它比较强一点 因为这两条线 终于爬到临轴之上了 这两条线 快慢线 MAC的快慢线是爬上临轴 然后今天是站上季线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站上所有均线 变成强力支撑 站上季线也告诉说 我这个底也出来了 有没有 我这个大底也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你就去想 它为什么会走 走这个1比1的等距离去走 那基本上 3月24号的高点就是会过 因为量是价的先 所以三雄里面看起来 用MACD的指标来看 跟位阶 均线假设来看 美琪玛是比较强的 好 另外两档可能就是走 跌身板坛 然后昌泰 昌泰昨天是没涨 对不对 我是说 它已经来到这个缺口附近 你就是买 而且我今天昌泰就涨了 你看 昨天买黑今天就涨 对 它就这样走 那为什么它可以买 很简单的道理 第一个 MACD是在零轴之上交叉的 这个是更强的 再来 基本面是更好的 是 这两条线是在零轴之上交叉 跟之下交叉就不一样 那个强弱 对 不一样 然后再来就是 我的基本面好到不行 我第一季赚2.2 现在有很多人说 因为有一些汇兑收益 是不是有人这种疑虑 对 就觉得说 它可能之后如果台币升值了 它就没有汇兑收益了 对 那我请问各位 台币跟美元来比的话 是以美元计价 对 FED6月一定升粮码 7月升粮码 8月问号 不知道 可是我们的央行会这样升粮码吗 肯定不会 所以我告诉你 它第二季一样会有汇兑收益 你像之前不管是大意 东洋 提威西 但是因为它有汇兑收益 所以它第一季很好看 第二季搞不好更好看 为什么 因为台币不可能跟着FED这样 一次升粮码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它一样会有汇兑收益 然后再来 那我实质基本就是好 那你算起来本益比才几倍 对不对 好 反过来 我们昨天看赚全也是 好 赚全 赚钱昨天也是不涨 对不对 黑啊 我们看一下1527的赚全 昨天是不涨 今天我们就又涨了吗 那各位去想 这个都是我讲的 它都是在零轴之上交叉 赚全跟昌泰MACD 都是在零轴之上两条线交叉 KAD也交叉 然后本益比都低于10倍 所以这种股票 任何拉回要站在买方 因为第二季一样 这些外销的汽车力 一样会有汇兑收益 所以有本质的基本面在 还有技术线体的 因为毕竟最近好多的个股 包含了工具机 大家也都认为说 最近涨起来是因为说台币